各位同学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历届考题赏息 那么我们这个部分 要介绍的是不偏估计量 跟相对有效的估计量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台大国企系研究所的考题 题目 我们看看内容是什么 这是一个回归方程式 回归模型 他已经说了 说什么呢 他能够符合传统回归的各项假设条件 而且样本大小 也告诉我们了 它是由N笔资料所做出来的 如果有人提议用下列的估计量 推估β值 用什么样的估计量呢 他用的叫做βbar 这个βbar 它是怎么写的呢 上面是YN减掉Y1 下面是XN减掉X1 那么要证明βbar是不偏估计量 那么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我们心里晓得是什么呢 什么叫做不偏估计量 不偏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βbar的期望值 如果是等于刚好就是β 我们就称它是它的怎么不偏估计量 那么再来 对于最小平方估计量βbar而言 如果说它不是相对有效的 如果说是我们采用的是最小平方法的估计方法 做出来的βHat 我们会证明说βbar对它来说相对比较差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要算它的变异数 如果它的变异数比它要来的大 那么就是相对比较差 就是比较没有效的 那么现在它做了一个基本假设 好 那我们就来进行这个题目的一个证明 证明βbar是不偏 那么第一步就要先算什么 算它的期望值βbar的期望值 βbar它的定义是这样的 它是两个相处 yn减掉y1 下面是xn减掉x1 我们要知道x1 这个x的部分 这是独立变数 这个是硬变数 yn是算出来的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可以把这底下的这个字提出来 这个可以直接提到外面去 它不是我们要算的目标 现在我们再来看这个 yn减掉y1 这个是写的是yn 我们也可以直接拆开来 好 这个地方我们再做一个刮虎 现在我们再来看这个 yn是什么呢 yn这个就是我们的 回归方程式 它的一个目标 来我们看看 这是等于什么 分母是xn减掉x1 分之一 yn其实就可以把它写成 α加上βxn 后面这个呢 是y1 这也是α 这个地方要负负得正 βx1 这个地方α的话呢 跟α可以对消 那么β可以提到前面去 我们就发现了什么呢 我们发现 这是xn减掉x1 这是β提到前面去 xn减掉x1 这刚好也对消了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结论呢 βbar它的期望值是β 所以它是不是不偏的呢 是 它是不偏估计量 我们证明出来了 那现在我们来看 这个是相对有效的部分 相对的有效部分 我们是希望说 它的这个变异数 越小越好 那么我们来看看 这个βbar它的变异数 是怎么算的 变异数 βbar βbar我们把它带进去看一下 底下是xn减掉x1 上面是yn减掉y1 这里是相对的是一个数字 数字可以提到variance的外面 但是记得一件事 它要变成平方 这是xn减掉x1的平方 那么后面的部分 就是两个变异数 相减的变异数 其实我们知道是什么呢 可以拉开来 但是变异数一样要相加 因为负1提到前面去 还是变正的 所以这是yn 加上这个地方要注意 这是加 千万不要写成减 因为我们两个随机变数的相减 它的变异数仍然是相加的 这是y1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 因为原始的这个定义 就是说 它能够符合传统回归的 各项假设条件 那么我们就假设它是 全部都是其一性的 都是sigma平方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就是什么呢 这个beta head 它的变异数是 xn减掉x1 刮虎平方 上面再乘上多少 2sigma平方 好 这是我们算出来的结果 那么我们要把这个原始的 这个以最小平方法的估计 beta head是什么呢 beta head的话呢 是 这是我们原始就知道的 它就是 beta head的话呢 是sigma平方 要除以sxx 那么其实它就是什么 它其实就是 这是sxx的话呢 它就是xi 减掉x bar的这个平方 这是我们按照定义算出来的 这个地方是i等于1到n 我们这边就省略了 那因为题目是告诉我们什么 xn减掉这个的平方 小于两倍的这个 我们现在来考虑 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我们注意它的这个条件 这个条件 如果我们把 这个底下的这个分母 换成这个 分母就是变大 如果分母变大 它整体来说会变小 所以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怎么做呢 2sigma平方 我们把它换成 2 好 这样子来做的话 我们可以对消 我们发现什么 我们发现 这个2 2消掉 这就是 beta head的变异数 那么 得到这样的结论 如果说 beta bar的变异数 高于 beta head的变异数 那么我们就称为 beta head 为相对的 有效的估计量 那 这个题目 告诉我们 它并非是 相对有效的 所以我们 解释了 这样的结果 就会有效的 所以我们发现